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杨子老公大PK! 带播剧男主,一个红了旧胡,不温不火,成功出圈! 嘿,各位八卦小伙伴们,今天咱们要来聊聊娱乐圈里的一场杨子老公大PK! 没错,就是那个以甜美笑容和出色演技闻名的杨子, 她可是有三位男主角在等着争夺她呢?别急,跟着我慢慢道来! 首先,我们得先回顾一下杨子的演艺生涯。 《家有儿女》里的小玄玄就让我每晚都要守着电视。 那时候的她,虽然嘴角上扬的角度和现在有点小不同, 但演技已经是一级棒啦! 然后,她接了《家有儿女》二《大好时光》等一系列剧集, 咱们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 现在,就来看看她的老公们吧! 首先,李线同学, 哎呀,她在亲爱的热爱的李和杨子搭档,那火辣辣的CP感啊! 据播出后,李线也跟着火了一把, 但是,后来的作品似乎没能一直保持这个热度, 有点像是红了一下子,然后又消失了。 但人家也不是没有好作品, 比如和刘亦菲合作的《去有风》的地方, 倒是又回到了观众视线。 我猜,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职业生涯瓶颈期吧, 毕竟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吗? 接下来,是徐凯同学。 哎呀,她和杨子在《成欢季》里演情侣, 这个组合是不是有点期待? 可惜的是,徐凯同学虽然演技好评不断, 但在娱乐圈里似乎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我觉得,这就像是一杯水,不烫也不凉, 可能就是因为她一直用实力说话, 所以才没有那么多热闹吧? 最后,咱们要来说说谭剑刺同学。 唯唯,她和杨子合作的《长相思2》 简直是追剧狂潮啊! 杨子饰演的小妖和她之间的情感 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啊! 这位谭剑刺同学,简直就是成功出圈的代表啊! 她的演技让人深深折服, 就像是纸片人活过来了一样。 看她和杨子的默契, 这位谭剑刺同学,简直是传道桥头自然直。 不过,八卦永远都是不缺的, 舆论对这场杨子老公大PK的态度可是五花八门。 有人说杨子应该选谭剑刺, 因为他们俩太般配了,简直是狼才女貌啊! 还有人觉得杨子和李线才是真爱, 毕竟他们的CP感实在是太过火了。 至于徐凯妈,虽然不温不火, 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, 至少能保持一份平淡的幸福吧! 总之,杨子老公大PK, 很美,看似简单,实则深意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。 就像杨子一样, 她的每一次演绎都是那么真实,那么动人。 无论最后选择了谁, 我们都祝福她幸福快乐,事业顺利。 娱乐圈的路,虽然曲折, 但只要有心,一定能走得更远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